你平常念佛啊 你的心就比较平静 你不念佛啊 你的心就会常常起伏 浮躁 你的心浮躁 你很容易就被一件事给你激怒了 像烦恼 这一定的 可是你平常呢 都是念佛 心比较平静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湖面很平静啊 旁边的树啊 都印在湖面上 清清楚楚的 突然 有一个蝴蝶啊 停在那个 湖面上 泛起了涟漪 你看得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假如这个湖面波涛汹涌啊 你看得清楚吗 看不清楚 你平常 心很烦 你突然遇到人 要生气的时候 你也观照不到了 可是你平常是平静的 就好像那个湖面 那个 那个 蜻蜓 不是蝴蝶 蝴蝶会停在 花上 蜻蜓 一停 那个蜻蜓 你马上发现 所以当我们平常念佛啊 你一起情绪 稍微起来 你就警觉到了 接下来你就 阿密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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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情绪就 浮 浮 浮下去了 你就不会被境界转了 用功啊 不是等境界来才用功啊 养兵千日 每天练兵 用在一时来 用在境界来 是